当前,全国多个地区水泥价格,又迎来新一轮涨价潮。 近日,春雨地区部分水泥厂家在上涨50元每吨,平均达到550元每吨以上的高位。 10月30日,朱创资讯分析时侯林林,告诉每月经济新闻记者, 每一年的二季度和四季度是水泥的旺季,尤其是四季度,功不应求。 随着秋冬进线产政策出台,水泥价格也有望进一步上涨。 近期,说环保,经济不短百分因素影响,水泥价格不断上涨, 部分行业龙头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毛利率,已超过国内龙头房企。 多地水泥价格涨至年内高位传统旺季来连,带动水泥价格上涨, 川鱼地区在死了水泥涨价中,表现较为强劲。 每月经济新闻记者书里发现,重庆部分市场大部分品种水泥上调50元每斗, 川鱼交界广安、穗宁等相邻市场将同步上调。 目前除川南一些企业已有上调消息外, 川中地区德阳、绵阳等的主要企业,也上调水泥价格50元每斗, 近期成都地区市场需求回升,各厂家水泥出货情况较好。 部分厂家已限量发售,价格大幅拉涨,百年建筑网信息显示。 10月19日,成都地区大部分水泥价格集中在450元每斗, 530元每斗,到了10月30日,大部分水泥价格达到490元每斗, 565元每斗,最高达635元每斗,百年建筑网分析称, 由于四川地区水泥企业全年错峰停摇100天以上, 导致树料库存持续低估位,而近期市场需求大幅提升, 各厂家水泥发货紧张,为水泥价格上涨起到支撑。 根据目前市场情况看,后期市场需求有增无减, 水泥价格有望在创新高。 水泥行业分析师江源林向美业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2018年四川地区水泥企业数量生产线错峰停摇100天每条, 全年数量设计产能减少3300万吨, 熟料产能大幅减少,熟料生产成本大幅提升, 而熟料是水泥生产主要原料, 因此水泥生产成本相应大幅提升, 水泥价格上涨。 而近年来, 软材料价格持续攀升, 加上运输质力超债等原因, 导致原材料价格持续高涨, 水泥生产成本大幅提升。 同时,加上环保种制, 水泥企业在环保整改方面, 加强了计改投入, 增加了水泥生产成本。 需求方面, 四季度属于四川地区水泥市场传统销售旺季, 大部分工地集中感工期, 水泥需求量大增, 促进水泥价格上涨。 江源林称, 江源林表示, 目前四川成都地区Po4 2.5散装水泥市场成交价为540元每多, 550元每吨, 在国内属于中单价位, 随着后期市场需求大幅释放, 除了库存持续走地, 水泥供不应求, 甚至限量发售, 预计11月外四川地区水泥价格将持续上涨30元每多, 50元每吨, 实际上国庆后, 全国多地迎来水泥价格上涨, 尤其是华东和川渝地区, 10月25日, 安徽珠州, 南部地区海罗, 中联等主要厂家, 通知上调各品种水泥价格, 20元每吨, 通议湖北宜昌地区部分大厂通知上调水泥价格30至50元每吨不等, 潮后价格阿均接近或超过500元每多, 截至当前, 多地区水泥价格重回500元每多高位, 中创资讯分析石头铃铃向美业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四季度是水泥的传统旺季, 今年10月份水泥价格上涨也主要是供需原因, 行业龙头盈利超龙头房企水泥价格的大幅上涨, 尤其是对于龙头企业的业绩提振来说, 不可小觑, 行业龙头企业海螺水泥三季报写示, 今年前三季度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7.16亿元, 同比增长111.20%, 海螺水泥表示, 主要是由于水泥价格上涨, 盈利增加, 除海螺水泥外, 多加水泥上市公司业绩均大幅度增长, 水泥价格上涨成为水泥公司业绩的直接推手, 滑溪水泥前三季度归属净利润为34.11亿元, 增长224.98%, 季东水泥前三季度归属净利润为14.15亿元, 同比增长111.7%, 华欣水泥表示, 主要原因是行业去产量, 去产能, 供求关系有所改善, 注印产品水泥和塑料价格较上年同期, 有较大幅度上涨, 10月30日, 华欣水泥证券部一名工作人员, 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 目前涨价还是受错峰生产和环境趋炎的影响, 从现在到2020年, 应该会保持在当前位置, 在其看来, 水泥价格不存在大幅下跌的可能, 后期仍然存在涨价空间, 上风水泥董逆徐辉则向记者表示, 水泥涨价是市场行为, 正常水泥需求比较多而供给偏上, 人与国家近两年供给次改革, 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 加上很多地区环保要求也很严格, 目前全国水泥市场整个几乎成上涨的趋势, 水泥价格波动很当很正常, 从国际范围来看, 当前水泥价格也是合理价格, 现在水泥每吨成本大概在200多元每吨, 毛利率大概在40%左右, 取回称, 水泥售价大幅上行, 行业龙头企业盈利能力, 甚至已超大众, 熟值的部分房地产企业, 根据万科A10月25日毕露的2018年三季报, 其口飞净率若为139.46亿元, 同比增长31.63%, 而海螺水泥的前三季度, 口飞净率若为202.81亿元, 如此看来, 今年前三季度, 水泥龙头海螺比房地产龙头万科多赚了63.35亿元, 毛利率方面, 从国内几家大型的水泥企业毛利率来看, 海螺水泥2018年半年报, 披露的水泥毛利率在45%以上, 上风水泥今年半年报, 披露水泥行业毛利率为44.39%, 分产品中水泥毛利率为43.62%, 而2018年上半年万科A综合毛利率为34.4%, 保利地产2018年半年报综合毛利率为35.39%, 随着近期水泥价格的一路上涨, 行业企业毛利率实际已更高, 每日经济新闻,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